今天我收到了一个炸掉的硬盘 可以看到保险这里都已经烧得发黄了 另外这里有一些大大小小的电源芯片 没有一个是可以幸免的 三个全部都烧出了一个洞 那这个盘到底经历了什么呢 据说之前是电脑会自动重启 然后机主那边给它更换了一个全新的电源 接着它这一个硬盘就炸掉了 当时它还拆开检查了一遍 可以看到外壳这里都已经烧出一些影子了 这就证明至少在更换电源之前 它的硬盘是完好的 它有可能是在更换电源的过程中接错了线 最终才导致这一个硬盘炸掉的 因为这里恰好是电源的输入端 毕竟像这一种案例我这里是会经常遇到的 咱们先把这两个颗粒拆下来 单独做一下测试 如果颗粒没有炸的话 那咱们就继续给它修足吧 这边我在用热风枪焊接的时候 都可以闻到那种烧焦的味道 第一个颗粒四个ID可以读到 我们再换另一片 好的第二片识别也没啥问题 感觉还有戏 我们先把它的这些并罩给它切除掉 这个主控大概率也是挂的 一起拆了 缓存也不要了 并罩切除以后 咱们再来量一下 它这些供电对应的输出地方 有没有短路 这一个没问题 这一个也还可以 这个应该也没问题 这一路也正常 看一下后面 后面这里问题也不大 今天这一块已经算是给面子了 炸的都是电源转换芯片 那剩下的工作 咱们就直接掏出料板 把这些拆掉的地方 给它全部补上去 给我一点时间 现在主板上拆掉的这一些元件 我已经全部给它补上去了 并且电脑也成功识别到了 这个主控 咱们来测试一下 这一个缓存能不能通过 好的 缓存也没啥问题 最后我们再把它 这两个颗粒给它装回去 如果它的固件 没有问题的情况下 一般是可以直接读取出来的 上机直接 轻松识别 不过这里变成了 未初是画什么鬼 我们用Windows看一下 打开好像分区一直卡住了 这个用PC3000给它做一下镜像吧 刚才还是白高兴了一场 它这个盘的固件还是有问题的 虽然它现在也能识别到这个容量 不过这个上区里面的内容 肯定是不对的 这一块盘还需要另外的 给它建一下翻译器 我们找到256K这一个主控 我自己对海力士这一个颗粒 是没啥信心的 我感觉有大概率还是要亏料板 兄弟们我错了 果然不应该跟海力士硬干的 它这一个盘里面的数据 有不少还是报错的 而且这一个盘的速度 只有几十K 有时候还会掉到1K多的 是要走到红年马月 而且也不能保证出来的这些数据 能被客户接受 这一块盘我现在是已经给它把管了 因为我之前看到这个接口 一开始的时候是被焊接过的 所以我也顺口问了一句 是不是在其他地方维修过 对方说也没有 而且这一块盘还是二手的 因为当时它的电脑出了点问题 然后找了一名维修师傅上门 结果就把这一块硬盘也一拨带走了 这一次真的是把buff给点满了 第四周的QLC测试 已经有两块盘阵亡了 第一个是英瑞达的 目前是已经完全无法被识别了 写了大概有500T左右吧 不过这一个是TLC的颗粒 另一个是英特尔的670P 目前还在测试机上没有拔下来 因为在上周发现英特尔 它出现了一个掉速的情况 所以我又给它另外一块盘 做了一遍全盘擦除 目前这个英特尔的速度是又恢复正常了 这个应该是之前的张数据太多 固件层面没有积极回收才导致的掉速 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盘的表现 海力士跟姿态这边 血入量都已经超过300T了 目前凯霞还在稳定发挥 而三星的健康度依旧是遥遥领先 紧跟其后的是SN350 血入量也是非常的低 那我们继续开始第五周的测试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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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항